金仕杰,比太太大25岁,60岁才当爸,心愿是身体健康能照顾孩子。 金仕杰毕业于屏东农砖畜牧科,是正儿八经的兽医,曾在牧场养猪一年半。 之后觉得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,毅然决然地辞掉工作。 金仕杰是天生的表演天才,很快便在演艺事业上风生水起。 金仕杰不光参加剧场表演,还会去学校叫表演课。 正是因为这些特别的经历,让他遇到了真命天女,学生涂骨瓶。 这段相差25岁的忘年恋,让人们所津津乐道,他们从2009年结婚到现在,一直都恩爱如初。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,金仕杰之前一直是不婚主义者。 可能是人越老越害怕寂寞,特别是身边的人都结婚有了孩子,50岁以后的金仕杰才开始想组建一个家庭。 2011年5月,金仕杰的两个孩子出生了,是一对龙凤胎。 别人在60岁的时候已经当爷爷了,而金仕杰才当爸爸。 所以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和太太身体健康,更好地照顾两个孩子。 金仕杰对两个孩子非常疼爱,一度在家专心当奶爸。 金仕杰曾在采访中说过,如果现在退休,那么他可能会开游乐场,这样就可以天天跟孩子玩耍。 回顾金仕杰到现在的人生,他跟很多人的人生轨迹完全不同,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道路,事业蒸蒸日上,家庭幸福美满,真是人生大赢家。 我们下期再见。